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们今天还在这个临州 太行山峡谷风景区 因为我们今天去王向岩了 然后那边说是因为下雨了 这个景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放 今天能不能开放不一定 我们今天不去景区了 然后去看法一个小山村 大家看这个瀑布 一个小瀑布从山上流下来了 太漂亮了 这个山都上了云菜里边了 这儿的门票是140 问了一下王向岩这儿售票处 说昨天下了大雨 今天什么时候开放还不知道 所以今天咱们只能看看了 看看这儿的房子很有特色 我们一路美景又出发了 这房子全是石头建的 这个核桃 长得挺大的 这儿的房子 我也是第一次建 这也是写生的学生们 哪有超市儿子 这里边是超市 进去看看你想喝什么 这是真竹子还是假真竹子 这是真竹子是吧 昨天下过雨了 我儿子这一晃了 雨水全落在我身上了 后边也是中的竹子 背靠大山 这也都是写生的学生 这儿被誉为画家的天堂 看看这山 学生们你们有没有来过这儿的 肯定有来过的吧 它是一个写生基地啊 还有山西的包头的 大家看啊 这个是太行山里边的老房子 五人居住的老房子 其实房子很有特色的 这样的房子挺多的 看看它的小窗户 很老了这房子 都是石头砌起来的 看看这个门啊 还有这样的小窗户 上面这儿的小窗户 很老啊 这样的房子在这儿特别多 我们发现好几处了 看这个窗户上边 还有雕花呢 很有年载感 院里边的核桃树 这上边是土的吗 这上边就是土的房子 背靠大山 这边就是大山 真漂亮 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山村 好多学生都来这儿写生 这儿也被誉为画家的天堂 这些老房子呀 有好多没人居住了 还有山葡萄树 这边山特别的有色色 真是太美了 出门就是玉米地 自然风光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儿还有一棵山楂树 这边就是大山 这儿的山和北京的山 和山西的山 也不太一样 我也去过山西 山西北部 这是山西北部 这是山西南部 这是山西南部 我们以前去的是山西北部 那是黄土豪园 这是河南临州 大自然刺你的美景了 行了吗 行了 这地儿好玩吗 真好玩 真好玩 问你奶奶这个地儿风景好看还是山东的好看 这地儿好看 这地儿好看 老大老师说了你奶奶是村里边什么玩意的 接过世面最多的老太太 接过世面最多的老太太 我哪都去过是吧 你爸爸你爸爸带我哪都去 下回带你上上海看看 跟北京还不一样 不愿意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不去不行 好了 这个视频分享到这儿了 我们要出发去山西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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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